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仿妆不仿人嘛 因为我跟高文英长的差别太大了 所以我就是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我们先上一个primer 然后这个primer的话 有起到说之后防止出油的一个作用 除了说我非常喜欢高文英在剧中的这个造型以外呢 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部韩剧 我觉得这是最近以来我看过最喜欢的剧之一了 虽然我觉得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爱情剧来讲的话 爱情线跟其他的韩剧比并没有特别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剧中 它的这个主题就是跟精神病有关 这个词在这里不是具有那种贬义的 就是我骂人说精神病 有说的就是真的就是内心可能有创伤的这种病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越来越多有人面临这样的问题 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主流的作品 就有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个剧 有去向大家展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跟精神疾病相关的一面吧 我觉得在当今社会当中 人们普遍对于这种精神疾病 还是有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态度的 是因为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上 什么报道说的什么什么事 然后是某个精神疾病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 就是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然后就是会对这个人群有一些偏见吧 然后他也通过说讲述他们背后 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故事 能让我们去理解到他们的很多行为 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 其实就是这部剧没有说去丑化 或者去美化一个个别的人群 而他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心态 就让我们意识到 就算你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就跟他的英文名字一样 就这部剧的英文名字就叫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他这个眉毛前面应该是更粗一点的 所以我再用这个粗边的去描一下前面 我觉得我看这个电视剧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 就是说精神疾病这个东西吧 其实就是我在这边上学的时候 身边有很多留学生的朋友们 其实就是面临这个问题的人数 其实是不少的 只不过可能之前你会不知道 就特别是很多学生来这边 可能就是离开了家 然后到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面临很多压力 其实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 都有面临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就是不会去说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说自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就会感觉有点丢脸 就怕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 或者就是怕别人说自己矫情 其实就是因为社会里广泛 对于精神疾病就是有个负面的态度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相关的问题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然后我甚至就是去看了一生这样子 然后就是可能有轻度抑郁吧 但当时我也是不太敢跟我父母啊什么去说 因为你说了以后 他们就会很担心很担心 就觉得哪里不正常了 开在眼角 开眼角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眼角开得圆润一点 这个淡棕色大面积的涂到这个上一批 和晕染散眼角的位置 然后再用这个深色去在我眼线处做个晕染 因为你们能看到我因为眼线这块 这块看起来就像削了一块 所以用棕色给它填补一下 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觉得就是羞耻的地方 因为人就是因为就是不完美的嘛 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有时候就是身体上 就比如说赶个帽啊什么的 那有时候不就是精神上吗 就这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如果因为就是本身社会中 对这个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偏见 觉得不正常 所以敢去分享的人少 那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我这个深色呢 主要是在我的这个眼皮折里头加深 然后除此之外前面也加深一下 因为高文英的眼窝是比较深的 下眼瞼这块呢 先用深色加深一下 我觉得它给人就比较那种暗黑的感觉 主要就是它整个眼睛这块都比较深邃 再用深色去加深一下眼尾 最后我们再用这样一个香槟色 去体谅一下眼睛中间和下面的地方 然后它这个眼妆有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睫毛是根根森明 然后非常翘非常明显的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要上一个假睫毛 你们看上了假睫毛和没有 是不是差别还挺大的 举止眼睛一下就有神了 然后我再用黑色眼影加重一下 我的这个上眼线和下眼线 然后尾部可以就是眼着眼线往上翘一点 我觉得我还有一点非常喜欢这部剧的 就是它在描述人物跟他们家庭关系的这个故事上面 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一些心理的创伤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 然后这个剧里就是对于男女主角他们也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是家庭对于我们的影响吧 但是在剧里呢通过就是女主女主角这条线 它其实表明了就是说 你是一个自己的个体 就算你小时候曾经就受到过你父母的影响 或者会有人跟你说 你就会成为你父母那样的人 但这是不绝对的 就是如果你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决定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就算在当代可能很多这些教育啊或者这个环境 可能有时候会给人们灌输说 一个小孩他是属于他父母的 就从他小时候的教育到他的性格都是应该被他父母塑造的 就比方说现在的家长有时候让孩子学什么 不一定是这个小孩想要学什么 而他觉得说 这个小孩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会什么样的技能 而忽略了说 这个小孩自己他是个独立的个体 这样一个事实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作为孩子去看这部剧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学到说 我们才是主宰我们自己的人 而如果说作为家长 或者未来我们成为家长 那就是我们也需要意识到 就算自己有了孩子 也不能就是在他身上强加于自己的想法 因为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而如果就是你因为原生家庭已经受到了伤害 我觉得可能看了这个剧你也会感到说最重要的还是最终自己可以和自己和解 就算不能和原生家庭和解 你也要知道自己是没有错的 你不能跟自己过不去 他这个鼻子是那种非常直的 然后不是特别细的那种 其实他的鼻梁是偏宽一点的 然后这下面是有一点阴影的 在鼻子下面 高光 直直的打下来 最后呢 是他这个口红 因为这个眼妆已经是比较深的了 所以口红这块就选择一个裸色 然后他距离大部分时候 我感觉也是 就基本上就是裸唇的颜色 然后手上 我刚刚不是剩了一点口红吗 直接当腮红 我觉得他的嘴巴呢 是上唇比下唇厚的 所以我要在上面加重一点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棱角感觉太强了 所以在边缘上 拍一点之前的那个气垫 这样的话就会更加自然一点 高文英他的嘴型 就是在嘴角 这个是稍微往上翘的 所以我再用棕色的阴影 再加深一下这个翘的感觉 OK 我现在这个妆容就完成啦 然后现在我要去换一个衣服 早就会让你这些认词 吃争的 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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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亏